好 大家好 來到焦點視頻 逆龍之原機的節目的時間 螢光幕見到我們的主角逆龍師傅 Hello 大家好 師傅 之前我們已經講了七集 用聖事去看2020庚子年的榴槤運程 當然好事當然不要讓他停 來到第八集我們會講哪幾個聖事 今次我們會講姓林 姓周 姓邱 姓卓 姓簡 這幾個聖事 這幾個聖事在2020庚子年 在愛情運程中 我都會給他三顆星 嘩 因為如果是女生未拍拖的話 今年的姓緣很容易出現 今年我們叫做男元入命 即是在聖事上來看 有男士出現 是會跟他相合的 即是說真正的姓緣運 今年就很大機會到的了 一定不差啦 是吧 有東西合得到 對啦 所以我就會給他三顆星 如果正在拍拖的話 也有機會結婚 所以今年來講 都是一個很有機會 拉上天窗的年份 但如果已經結婚的話 那就要留意一下 可能有人會對你有意思 今年 那就要自己多多去提防一下 是 即是有時未必好的 那些 當然啦 好啦 那男士來講 今年來講 其實也會得到伴侶的幫助 伴侶呢 可以幫助到他的事業上面 或者給他一些意見 那樣 那不過來講 男士來講 今年也是 會想事方面 其實可能都會有偏差的 即是偏向一邊 那所以呢 又未必懂得珍惜 即是未必會接受對方所給的意見 那但是整體來講 今年來講 愛情文呢 都算是一個好的愛情的年份 OK 那事業呢 師傅 事業方面 事業方面 我都是給他三個星的 嘩 厲害 所以這個來講 在2020跟子年來講 其實這幾個姓氏來講 是會有些貴氣 我們叫官貴之氣 即是說 工作上有進展 如果之前做事不太順利的話 那今年來講 那個事業呢 就會較為是有個弱進在這裏 甚至乎今年會升職 OK 是的 那有些人會創業的話 其實都會是一個幾好的年份 是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主要是因為有貴人的扶持 嗯 是的 但是呢 要小心 因為上次都講過 今年榴槤更子年 本身的年份來講 經濟是一般的 嗯 所以如果在創業方面 都要加多些心機去做些research 做多些事前的功夫 嗯 是的 所以來講 今年的榴槤是一個不錯的榴槤來的 那大師傅 聽你這樣講 既有愛情 又有麵包 是 那是否代表整體運 都有三顆星呢 是的 那整體運來講 我都是給三顆星的 哎呀 多謝 終於都是有三個三顆星的 是嗎 是 那整體來講 其實這幾個聖事呢 今年來講 可以說是這個 我們叫做是 匹極泰萊 即是說呢 在事業上 會有進展 有升遷的現象 希望大家 都可以努力一點 看看能否把握得到 OK 那師傅 我又想真的請教一下 是 即是我相信 有些網友 是一定會有疑問的 是 師傅 你說那些聖 其實有很多 或者有些 都是一些大聖來的 是 那大聖 你又給這個 又三顆星 那個又三顆星 即是沒什麼人行衰運 是不是這樣說 師傅 那不是 有些是一顆星的 但是我聽到 其實師傅有一個重點 是 剛才他也有講 特別呢 今集呢 例如聖林 聖周 聖邱 這些呢 其實是特別 師傅有講 有個貴的氣 是啊 沒錯 即是其實割展了場 是 沒錯 當然 你說聖事來講 其實 會不會是 真的 對於這個年份 涵運是有影響的 這個是一定有影響的 因為我們這種叫做 共同的數 即你有共同的聖事 就會有共同的事情 會產生 當然 裡面還有很多細數 就視乎你的名字 下面那兩個字 或者一個字 名字的影響是怎樣的 但是起碼 同樣這些聖事來講 在每一年來講 他都有一個共同的聖質 是會產生這些現象在 OK 好了 理解了 即是大家都聽到師傅所講的一些資訊 或者我們就留待下一集 第九集 我們就再看看師傅 究竟為些什麼的聖事去講他們 接下來的流年運程 好的 多謝翼龍師傅 OK